hello 欢迎学习爬成科生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页面的分析 把它给做来下 对吧 然后把这个框架也把它给搭建了下 好 那么下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爬给下来的这个数据 把它给存储到这个数据库当中 好吧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话 我们这几个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解数这个下面的话 我们是以这个my circle为例来跟大家讲解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 这个地方如果显问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数据 要的给这个pipeline 对吧 要的给这个pipeline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sets文章当中 把这个pipeline把它给打开一下 好 这个地方我是已经把它给打开了 那么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直接把它给取消注释一下 把它给打开了 不然的话后面 这个pipeline就不会得到执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pipeline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面 就来去写那个数据库 就是存储数据的那个方式 好 好首次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要去把这个数据 把数据还插入到my circle数据库当中 那么我们啊 在这边的话需要 呃 需要有一个这样的cost对象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在哪里呢 在这个因例的行数当中来写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写个cost啊 那么写个cost的话 我们发现好 我需要去安装那个p 也需要导入那个py myself 那么这个地方 我把那个py myself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import了一下py myself 然后的话这里面我们来写啊 首次的话我们先拿到第一个就是那个连接的地下啊 connection那个地下好吧 那么就是self点那个con 得这个什么呢 py myself点那个collection 点collect对吧 那么这个collect需要传递什么样的参数呢 之前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啊 那么如果不记得的话 我们再把官标放在这上面 恐惧加b 只要的话 再恐惧加b进去看一下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它是属于这个东西啊 恐惧加b再进去看 他需要传染一下之后呢 第一个是host 就是你这个mine circle 呃 第一方是大力 对不对 好 那么这边我们来写啊 host 那么我先把这些参数先写在外面吧 就是dbpms啊 db的database的一些这样的参数啊 好 这地方是那个呃 hosthost是那个127.0.0.0.1 对吧 第二个是那个端口号啊 端口号 p-o-r-t 是那个3306 好 还有的话是那个呃 db吧 一个是 password啊 password和user啊 user的话是root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password 那么我这地方呢 上面我这个mine circle 安装的这个名字也叫做user啊 其他的话 再是他的那个啊 db就是这个数据公司哪一个 对吧 可能叫c负责 可能加位啊 好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话 我们叫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 因为我之前备课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已经创建了一个数据库 叫做减书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再来创建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的名字 我就叫做减书2啊 减书2啊 好 这个地方叫做减书2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字符集 我们选择这个udm干8啊 这样的话 他这个数据就可以存储 任意格式的那个字符的啊 好 那么这个减书啊 这个数据库就相当是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解数啊 放在这个地方啊 放在这个地方啊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参数啊 呃 其他的参数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再给他指定一下 这个插赛的就是 就是这个编码啊 塞着A-R-S-E-D 创塞的是这个U-D-F-8 注意好 我们这边不要写U-D-F干吧 我们就要写这个U-D-F-8 好吧 在啊 麦塞口相关的操作当中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呃 U-D-F-8 没有U-D-F干吧 没有U-D-F干吧啊 好 那么有这些东西哦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啊 传到这里面去 对吧 传到这里面去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写个两个星 然后是D-B-Parents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将我们这个字典当中的啊 这个key和value当作什么呢 关键字参数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就是你上面写的这些东西 其实呃 你上面定义好的一个证度字典 然后在这边写了两个星 一个D-B-Parents 他其实等价于什么呢 等价于你这地方是host的是吧 那么他这边就传那个host 等于这个127.0.0.1啊 同理那个port user pass run delibase 穿起来这些东西 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把这些关键字参数 把它给传进去了 就是啊 会两个星号 两个星会把这个字典当中的 这些key和value当做 那个关键字参数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联接这个数据库的 那么联接完这个数据库以后 啊 后续我们还要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插入数据库啊 那些东西 执行一些seq代码啊 那么那个东西的话 我们是不能通过他去操作的 我们还得还得去通过一个游标 通那个cost的一下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创进一个cost的一下啊 seq.curso啊 等这个什么呢 seq.con.c1so啊 好 这样的话就有这个cost对线了 好 那么接下来来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的话啊 就是说你来这个item以后 我就把这个item里 item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把它给插入到数据库当中 对 好 那么在插入到数据库当中的话 我们是执行一个seq语句 那么这个seq语句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定义好啊 对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定一个属性啊 叫做什么呢 property 第一个函数 然后的话将这个函数 将这个方法 把它给变成一个属性啊 这的话叫做seq seq seq 这个地方 我我这样写啊 否则上面 我先第一个变成吧 就是seq seq.下方线 那个 sq 等这个呢 这个东西是真正保存seq语句的 只要我这边做一个 判断 ifseq.if not seq.seq seq.下方线seq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我们就生成一个好吧 就是seq.下方线seq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是insert啊 into insert 这个呃我们刚刚是只穿着一个输出库 当时并没在这个输出库当中穿着任何的表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表啊 这个表我们给他取一下这样的字的哈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这个id啊 id的话 它是一个主件啊 这个主件 然后的话 它的硬类类型是硬的类型 然后的话写呢 自动增长 对不对 然后再来添加资料啊 然后是那个title啊 好 这个类型的话 我们上呢 啊 whatsh 255的字字字字符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再添加资料 接下来的话就是contained啊 contained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要用这个whatsh了 我们应该要选择这个文本类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选择这个什么呢 选择这个呃 长文本啊 长文本啊 因为我们这个解书这个里面的这个文章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里面啊 文章里面到底多少个字 对不对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选一个长文本啊 这样的话基本上好 就是无限的字符了啊 可以无限的字符存出继续啊 好 让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字段 接下的话 还有是那个什么呢 author对吧 就是那个作者啊 那么这个作者的话啊 就比较短 我们只要给他一个whatsh255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添加个字段啊 是这个whatsh 是这个头像啊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让他whatsh255就可以了啊 好 再来添加个啊 再来添加个的话 是那个发布的时间 pup time啊 发布的时间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选这个data time 好吧 data time啊 呃 12345 还有两个字的对吧 看下还有少了哪两个字的啊 来到这个atms这个地方 呃 还有一个是啊 这个id以及这个rgur对吧 好啊这个id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字段是artice 啊这个id 好 这个啊这个id的话 我们刚刚上这个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他其实是一个12位的一个这样的啊 字符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让他选择一个whatsh就可以了啊 好whatsh 然后然后的话他这个长度啊 他这个长度我们选择一个 呃 选择个20吧 就是之前的话 他他这个解数当中的那个啊 id的话是12位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让给个20位好吧给个20位啊啊 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啊 好 还一个是二指u啊啊 原始的u啊 or i gur啊 啊 好 那么这个原始的 我们也是让他这啊一个whatsh 然后是那个255个字符就可以了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口诺加索存下 然后的话这地方我们再来的输入的表明 这个表明啊 我们就给他取名叫做article 就是文章表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表就相当于是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以后 接下来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pilei这个地方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参数据参数到哪地方呢 参数到那个article的那个表 对 insert into article a-r-t-i-c-l-e 然后这个里面有哪些做到呢 第一个是id 第二个是title 第三个的话是content 那是autr 还有那个abata 还有是这个呃 发布的时间pub time 对 还有是那个 嗯 orget ur 以及这个articleid 啊 id 看一下是不是7个好 123 4 5 6 7 啊 7个啊 好 接下来videos videos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id的话是不需要写 我们让它自动增长 对不对 所有的话 这个地方啊 就写个num啊 写个num啊 好 接下来摆过来s 呃 一个我们总共是要写7个啊 可能叫c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啊 再把这个都好把它给去掉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sack 就相当于就相当于是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完再来返回啊 再来返回 返回 sack 点下回 sack 啊 知道的话 如果哈 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他没有的话 我才执行这个语句啊 如果有这个sack 语句 那么我这边直接返回sack 点下回 这个sack 就可以了 对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sack 就已经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以后 接下来啊 再来到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 我们这时候的话就可以调用这个什么呢 sack 点sack 点那个啊 c s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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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一下这个sack 进去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sack扔进去 接下来的话你还得给一下另外一个sack sack sack 接下来的话你再把什么呢 这个参数给进去啊 那么这个参数的话我们需要放那个原原组当中 这个的话是itm里面的第一个的话是title对不对 这个title啊 第二个的话是itm的这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呃contain的啊contain的 第三个的话是这个itm里面的这个 author啊 还有是itm里面的这个 abati 还有是这个itm里面的这个什么的pub type对 以及这个itm里面的呃 这个rg orgin orgin 对吧 以及这个什么呢 itm里面的 我好像多了一个哈 好啊 那么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rgid 好搞错了啊 看在哪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少了个啊 好 ok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执行我们的这个sack 语句执行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提交到数据库当中 那么就是self.con点那个什么呢 点commit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插入到数据库当中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publine就相当是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以后接下来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爬虫啊 来去运行我们这个爬虫啊 呃 那么在运行这个爬虫之前有个地方我需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哈 现在我们这个爬虫的话有个字段还没有处理好哪个字段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contain的这个地方啊 contain的这个地方的话啊 呃可以啊 这个地方不需要处理了哈 我看看错了啊 看错了啊 呃这个地方的话不需要处理了 因为之前我我我以为没有处理好事啊 我刚刚备课的时候看错了哈 是看着我另外一个项目了 好吧 好这里的话是不需要处理的哈 直接get就可以了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啊 插入到数据过程中了 好吧 接下来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首席的话我们先来到我们的这阵表里面 来到这个阿里狗这阵表 现在在这个里面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数据 对吧 没有任何的数据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啊 看一下这个数据能不能插入到里面去啊 这样的话两条数据是不是就插进来了 对 好再等到他的一个爬取啊 然后的话我这里边是把这个呃下载延迟把它给打开一下 我下载延迟三秒钟啊 呃大家下载的速度不要尽量不要太快了哈 避免你的ip被封了 如果你的ip被封了的话那么你自己要去购买那个呃 ip代理的对对呃 然后的话ip代理的话肯定没有你自己的这个ip来的快哈 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啊 就是做爬这种话也真的是不要爬的太快了啊 除非你们公司的话也就说我一定要把呃 这个速度就是多久之类 我也把这个网站里面所有的内容把它给爬下来 对吧 那么你就可能要想起办法了啊 好 那么说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就插入进去的对吧 就插入进去的啊 这个content的话是看不到多少啊 这个content里面多东西比较多啊 东西比较多啊 好 稍微等一下啊 这个这个爬中的话哈 虽然可以把这个数据插入到数据库当中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哈 他他爬到有一些呃 往有一些详情页面 如果这个详情页面当中啊 就像这个详情页面哈 比如我们随便点一个哈 在这个详情页面 如果这个详情页面当中 他如果没有给你返回这个啊 推进阅读的话啊 那么我们这个爬中总有一总有总有一个时间 他会去他会爬完对 因为他如果这个地方推进阅读没有了 那么我们这个爬中就相当是没有数据可爬了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会存在的一个真的问题 会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现在在爬是吧 呃 之前我在爬的话 我是好像等个五六分钟哈 之前我在为客的时候 好像等个几分钟的话 呃 这个数据就没有了啊 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说的话 他就是爬完了吗 就是这个里面啊 他没有这个呃 没有这个什么呢 没有这个推进阅读的 说的话 这个就爬完了啊 行吧 我们这里玩就不等了 好了 不等了啊 好 把它给关掉哈 呃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啊 再来跟大家优惑一个东西啊 现在的话 我们的这个啊 解数spider pipeline 这个pip来的话 我们这个myser这个插入的话 它是一个同步的 对不对 就是一个什么叫做同步的呢 就是如果这个这个一步啊 它是走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啊 那么的话 它会等待这个东西执行完之以后啊 才会 才会反回 对不对 就说你这个地方只有commit提交完之以后 它才会反回 那么其实这个做io操作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那个呃 比较需要时间的啊 所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个东西把它给做成那个啊 一步的 把它给做成那个一步的啊 好 那么做成一步的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sqrub框架底层的那个tracy的那个框架来完成啊 那个tracy的框架来完成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啊 避免把这个代码把它给改动啊 我就新创建一个这样的pip来来跟大家讲解啊 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以后也可以作为一个复习对吧 好 这边我定一个类啊 就是什么呢 叫做这个减书呃 提wist的这个pip来 好 接种的时候object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先写个pass啊 然后我们这边啊 先把一些相关的东西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哪些东西需要导入呢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导入一个东西啊 from这个tracy的点那个enterprise啊 import了下这个adbapi啊 那么这个模块的话 它是专门用来去做那个啊 数据库处理的啊 去专门用来就做数据库处理的啊 呃 这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阵的连接池啊 就是可以使用这个连接池 创建啊 一个阵的连接池 实际上的话再使用这个连接池 去执行一些这样的函数 好吧 以及执行一些这样的函数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看我怎么做啊 看我怎么做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也是来定一个构字函数 bfmit对不对 实际上的话 这地方我们来定一个 呃 那个 就是连接池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叫做cell点那个什么呢 dbpool啊 pol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d adbapi点那个collection 呃 collection collectionpool啊 需要的话再把相关的参数把它给写进去 第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db的api db的api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使用的是这个pymycycle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写一个pymycycle 好吧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版本的 比如说啊 mycycle 呃 client啊 或者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呃 mycycledb 那么的话你这个地方就写个mycycledb 好吧 这里面我使用的是这个pymycycle啊 那么的话就写pymycycle啊 这个呃 twisty的他底层的话 他会根据你这个地方提供的这个呃 数据库这个驱动的这个程序啊 来去加载 他底层会去加载你的这个模块 好吧 好 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啊 数据库连接的一些这样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 其实我们上街面已经下了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来写啊 c复制份 然后的话 拿到这个地方的可能价位啊 这个地方我们除了这些以后啊 还需要传立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cursor class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游标的类啊 那么游标的类啊 那么这个游标的类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需要导入一下啊 from下这个什么呢 pymycycle import下这个cursor啊 需要导入这个模块 然后使用这个模块下面的什么呢 使用这个模块cursor 模块下面的那个dictor啊 使用这个cursor好吧 嗯 这个地方少了个逗号是吧 ok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参数把它给给进去啊 这个cursor的话 如果你不指定啊 他底次的话 可能就不知道你该使用哪个cursor 对不对 他不像是我们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直接电用这个cursor 他就会默认的给你返回一个这样的cursor给你啊 那么这个地方 你就需要给他指定说这个cursor是哪一个类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使用这个啊 定义的cursor这个类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参数把它给传进去啊 dbparas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连接值就相当于是写好了 然后的话 我们同理还是啊啊 就是把这个cycle也是放到这个哪里好吧 可能叫c复制份 然后的话 这一般是cycle 然后的话 再把这个属性可能叫c复制份 然后的话 拿到这个方法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定义那个什么呢 啊 处理那个atm的那个行数dfp oces啊 atm atm 然后是这个呃 这个atm的话 他会传入一个呃 传入两个参数对吧 一个是那个request啊 一个是item啊 一个是item啊 一个是spider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同样也是去处理 把这个数据插入到数据库当中啊 那么插入到数据库当中的话 我们这地方啊 就不能通过之前的这方式了 我们这时候的话就需要通过这个啊 dbpo来写啊 那么就是cf.dbpo 然后的话点那个什么呢 add啊 啊点run inter interaction 然后把这地方再来写一个cf. 那个add啊 或者我们这地方叫做insert item啊 就是插入item 这地方我们需要给他指定一个函数 就是以后的话 你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其实这个trist 它它底层会去调用你这个函数 说的话 你应该在这个函数当中真正的插入这个数据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不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呢 如果你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去插入这个数据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跟之前的这种头部是一模样的啊 跟之前这种头部是一模样的 你把这个函数扔给这个run interaction 让他去执行的话 他就会将你的这个函数变成一个异步的 好吧 变成一个异步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啊 这个仓数把它给给进去啊 那么你要插这个itm这次的话 你你是不是需要接收这个itm啊 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把个itm把它给传进去啊 把这个itm把它给传进去啊 那么呢 这个函数执行完成以后啊 这里我先来定一下这个函数吧 df insert insert item啊 好 那么这个itm这个函数啊 呃 手机的话毫无疑问 这个itm这个东西 它会传过来 对不对 当时在传递这个itm过来之前 它还会给你传递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这个对象就是这个cursor class 他的一个的一个对象 就是那个游标的那个对象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接收到这个游标的这个对象以后啊 再使用这个游标这个对象去插入数据好吧 好 这个地方就是cursor啊 然后这个地方再返回一个itm 那么这个itm的话就是你这个地方传过来的啊 好 这个地方先写个pass啊 嗯 嗯 isat 省得这个地方报错啊 省得这个地方报错啊 好 这个地方啊 他执行完成这个行数 他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define对象 df1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这个define对象 来给他添加一个这样的啊 错误处理 就是如果啊 他在执行这个行数的时候发生了错误 那么的话他就会去调用你这个行数 好吧 这里面我们define.add 啊 点add error earr dack 啊 dack 只要的话 这边再来给一个行数 cf点那个什么呢 handle smde handle error error 好吧 error 这里面我们再来定义个行数 就是处理这个行数了啊 处理这个错误的啊 handle error 实际上的话这个行数当中 他会返回以下几个仓数啊 第一个仓数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error信息啊 好 后面这些仓数的话 就是你这个地方传了什么仓数 他就会返回什么仓数 好吧 这里面的话我就给他传了几个仓数 第一个的话是item 因为你在处理这个item的时候出问题 那么你在这个凑复处理这个行数当中 你可能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个item处理的时候发生的问题 对不对 好 第二个仓数的话 我这里面再给他传入一个spide进去 就是在处理哪个爬存的时候 会出新问题 当然这个东西你传不传得无所谓 好吧 关机看你用不用得到 好 这里面的话我们再来接受一下 就是adm以及这个spide 好 df1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这个错误助理行数也写了 对不对 就是以后在发生错误的时候 他就会来到这个里面来写 好吧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错误助理行数把它给写下吧 这里面我就做的比较简单 我就直接只打印一个东西好吧 打印一个东西是那个等号乘上一时 然后的话 再加上这个 error 只要再加上这个等号乘上一时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在发生这个错误的时候看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好吧 好 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再来打印这个error 看一下如果以后发生错误的时候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错误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里面啊 来到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数据啊 把它给那个呃 插入到数据库当中 对不对 好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curs来实践啊 cursor啊 cursor 只要的话在那执行下esecut 执行下这个cycle啊 那么这个cycle的话 我们是能问self.cycle 对不对 self.cycle 只要的话再把啊 这个参数把它给给进去啊 这个参数的话 我们其实在这里也给也写了 对不对 就拿过来啊 可能加c然后的话放到这个里面可能加v 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啊 插入sir 口 插入mysir 口的这个代码就从之前的头部变成了这个义部 好吧 变成了这个义部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走一下保存下 然后的话再来到我们的sites这个地方 现在之前我们是使用的是这个普通的这个pipeline 现在我们要把它给注视掉 注视成什么呢 使用这个呃 刚刚我们定义好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mysitrix的这个pipeline 你可能加c复制份 然后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sites当中 这里面我们可能加低复制份 然后的话这里面取下这个注视 再把这个东西改成我们现在这个啊 twist的这个版本啊 这个版本啊 好保存下 接下来再 我们在运行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先把它给删掉吧 好 这是我们选择这个表 然后的话清除一下这个表啊 呃 清除清空表啊清空表 好再来刷新一下 这样啊里面就没有数据了对不对 没有数据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插入数据库当中的这个啊 动作它就会变成一步的啊 它的效率就会更加高一点好吧 对吧 对吧 四条数据就来了啊 四条数据就来了啊 好 那么这里话我们就不再去测试了 好吧 大家啊就是游在公司里面的话啊 或是面试的时候啊 别人问你说 那个你那个数据是怎么保存的 那么你可以跟他讲啊 我是放在这个pipeline当中的 只要的话 我使用的是这个啊 tricity的给我提供的这个啊 数据库连接的这个啊连接池 对吧 使用这个啊 connection pool这个东西啊 使用这个collection pool这个东西 把参入数据的这个啊 动作变成一个一步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啊我们整个爬通 它的这个效率就会更加高一点啊 它的效率就会更加高一点 好吧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感谢大家